我們看這一題 這題它說現在有一個長方形的紙片 長是6寬是5 然後現在以這個直線L 為那個轉軸 快速轉移圈 轉移圈以後掃出來的這個體積 是多少 掃出來的圖形它的體積多少 我們看掃出來的體積是一個什麼呢 是一個圓柱 因為這個半徑是固定的 掃出來的 棍子掃出來是一個圓 所以底面是一個圓 然後高度是這個長 這樣子 那個底面半徑是多少 底面半徑就是這個 這是5 這是6 好 那等於是問這個圓柱體的體積 它掃出來的圖形是圓柱體 所以它體積是等於 那個底面積 底面積是πr平方 那乘以高 那乘以高 高是R15 πr平方乘以高 所以這是25呢 乘以6 630即3 150 150π 所以體積是150π 所以這一題應該要選的 所以這一題應該要選递 150π 谢谢大家